石松茄是厌水的化学粉末 是完全不能溶解于水的 如果你倒一层粉末在一桶水上面 接着你插手进水桶 拔出来的时候,你的手仍然是干的 石松茄最常用来做烟花和炸药的成分 但它不能像火药般被点燃 亦不能用电流将它激活 而魔术和电影特技效果就常常用 石松茄是堕性的物质 只有空气才能使它活跃 如果你拿一堆把它扔上半空 空气滲入分子之间就像碳火中的木碎 潜能就会突然被激发 所产生的不是火花,而是火球 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阵风 威廉斯拜首不是生长在福林家庭 他大概十四岁那年参加了奋卿会 读了善恶之争就归主了 当他十六岁的时候,为了照顾中风的爸爸 就从高中绝学 施拜首他需要养家回口 就去到巴特克利疗养院工作 年少的施拜首,早上工作 夜间就攻读秘书课程 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去了英国 因为前驱会会长赫斯高聘用他 赫斯高是派到英国的传道士 而有趣的是英国也派遣海军、商人、科学家等等 到遥远的非洲和印度 当时西方殖民主义正在扩张 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都是白人至上的思想 冒险精神驱使强国在全球掠夺资源 而宗教也捲入这种殖民活动当中 儘管有些害群之马败坏了报道的动机 但是殖民主义也为那些诚恳的 以基督为忠心的报道士 用爱心去接触世界的人铺了道路 此时此刻,福林教会的报道士 就好像准备一跃而下的低空跳散者 充满潜能 随时准备妥当 就好像学步行的小路 也好像一把在蜡烛旁边的石虫间粉末 等待被燃烧的时刻 威廉施拜首 正是所需要的那一阵风 施拜首之风是在1892年催起的 他担任了新成立的 国外报道委员会的秘书 一年后,非洲某国的首相 赠予福林教会一万二千英谋的农地 于是,施拜首就在 帮到美国才开始爆发出更大的影响力 他担任总会会长丹尼斯的行政秘书 后来又当选全球总会会长 丹尼斯就做他的行政秘书 两人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领导教会 对福林教会的海外报道工作所做的贡献 由于亨利福特之于汽车工业的贡献 当福特参观一间肉类包装厂的时候 他看到工人都是站在缸位上等待产品传送过来 他心想制造汽车都可以这样 于是他就建立了第一条汽车生产线 这个关键性架构了 当新旧世纪交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教会从上到下的管理架构 不能够应对工作 对地方性的小教会有效的方法 他是不适用于横跨全球五回四海的教会 丹尼斯就建议成立联合会 将责任下放到地方教会 因为他们更懂得该地区的独特需要 当西方帝国主义当道的时候 罗斯福总统等领袖实行战艦外交 在不使用武力的纽纷中 一个国家的军舰可以出现在别国的海岸 在耀武扬威 这个强者的姿态 通常就足以平息纷争 斯伯首他也知道 这种心态是会影响国外报导工作 所以他针对美国主义的问题 他说 将美国主义带到报导地区实在毫无益处 因为报导士尚尚在自己和当地的非美籍人士之间 建立起一道左隔的墙 威廉斯拜首他写过八本书 从来没买过一辆车 他去哪里都是坐火车的普通位 同来都不借钱消费 本会在印度大学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 在斯拜首担任会长之前 本会在1880年有八位海外报导士 1890年都是八位 到1900年增加到42位 到1910年有87位 1920年有153位 到1930年本会有270位报导士分布在50个国家 美国国内本会传导人 和海外报导士的比例是1比3 斯拜首挂起了风 石松茄就爆发火焰 本会报导工作蓬勃发展 信徒如同夜空的繁星遍布全球 说出来是有点难以自信的 原来人类直到现今为止 踏足月球的只有12个人 这个已经是很伟大的了 但是太空总柱的下一个目标 是更遥远的火星 将人送上去月球已经是困难重重了 去火星直接是疯狂了 让我们来看看以前那架去火星的 无人驾驶太空船的记录 他说太空船并没有进入地球轨道 太空船的无线通讯出现故障 太空舱无法和火箭分离 飞行器发射失败 飞行器越过了行星 登陆舱撞击地面而损毁 护航器和登陆舱抵达 但是登陆舱错过了行星 明白吗? 只是去火星已经困难重重了 因为地球和火星环日公转的速度不一样 这两个行星之间的距离是近是远 如果你在火星接近地球的时候出发 你只需要6个月就可以到达 但如果在火星离得地球最远的时候出发 飞行时间需要增加一年 如果错过了 也不可能马上再补发另一支火箭 每次发射的机会周期大概是一年半 前往火星的旅程艰辛 宇航员的生活空间狭窄 冲凉泡浴是不可能的 只能用湿毛巾抹一下 所有食物一定要冠装或者冷冻 低重力会使骨骼和肌肉衰弱 如果遇上太阳风暴 宇航员必须躲进太空船更小的保护仓 假设发射、飞行和降落都成功先算 所有抵达火星的人员 必须在缺氧和酷寒行星上做农夫 他们必须在室内种植、耕作、收成、煮食、堆肥 才能够有定量供应的食物 这是为了生存必需的至工至级 在你回家之前 起码有两年半的时间独处 这是最低限度的时间 你将会远离家人和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重要的 是太重要了 所以再难做都要做 就算牺牲都在所不惜 如果我说到蒸汽机轮船 你可能会上到铁达尼号 然后会上到那场可怕的大灾难 或者相关的电影 其实有乘客说 从这个下沉的蒸汽机轮船那里 跳海逃生 其实比乘搭这一种轮船去旅行 在1901年的圣诞节前夕 安德生带着三位寿命的报导士 前往中国 他们带着四岁的儿子史丹尼 离开威斯康生的家 就坐火车去到三藩市 从那里他们又坐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当时那艘永不沉没的铁达尼号 还没做出来 但是独立号的船难 是令人记忆犹身 这艘船在加州北方海岸 撞上超石 船上150位乘客和船员 全部离难 如果我们的报导士 所坐的是最便宜的底仓 他们就好像伸促一样 和货物迫在一起 所吃的是难以吞下肚的大锅饭 当分发食物的时候 通常都是那些强而有力的抢得最多 有200至400人份在通道上 哪里可以说得上有私隐 所谓洗手间都只是共用的谈观意义 这些恶劣的卫生环境 通常都是引致很多的死亡 你明白吗 你坐上了轮船 不用撞上冰山都可以死的 这个旅程至少需要三个星期 当他们到部之后 接应安德森的人竟然没有出现 他们无处容身 筋疲力揭 很快便面对另一个挑战 就是语言不通 所用的看字和英文字不同 是独特的方块字 文法又是用动词的时态表达 通常是经语调变化来掌握 那么我们的报道士首提行李 真是目瞪口外 那种失落的感觉 一定好像语航员踏上火星一样 但他们相信圣功是无比重要 所以必须做出冒险和牺牲 安德森的日记记录了 他对这片土地的人民的热爱 他和他的同工全力以赴地传福音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语言 他们总共花了两年时间 第二个任务就是从香港进入中国 基于先前正式和非正式的报道士工作 安德森成功进入中国 安德森积极接触邻居 出入当地的市井和人分享信仰 在1903年的情人节 安德森为六位中国人施洗 让他们加入福林教会 本会在中国就是这样 由六个人发展出来了 总会应安德森的请求 派了四位医生和两位护士 来到中国进行医药报道工作 中华圣工的总部也成立了 安德森太太的妹妹 成立了第一所福林学校 安德森的弟弟也大受感动 他也坐轮船飘洋过海 加入了这个报道行列 在1906年的春天 安德森将火具传递给郭子荣 安立他成为福林教会第一位中国牧师 这个举动为其他数十位中国教友 开启了工作的门户 使他们投身全福音的工作 今天在中国已经有超过40万的福林信徒 他们分布在4571个教堂和聚会所